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和背亲亲戚很相信 我说 当然 您这么趣旨 好了 这位Adam 做动物管理师 甚至有你的动物园 叫奇异动物园 其实 什么叫做动物管理师 问一下Cat仔 你知道什么叫做动物管理师 不知道 完全都是营兵物管理师 今天就等Adam 你去讲解一下 什么叫做动物管理师 而你又做了什么呢 好 管理师好像有点高我 不过 简单来说 我是养了很多不同的牌类动物 或者一些另类的草物 除了养它们之外 我都会可能带它们去做不同的推广 让香港市民认识一下它们 更加是会做一些教育的工作 可能是给学生 社区中心的小朋友 或者一些弱小的社群 让它们可以透过这东西 一来营养到动物 二来就是一种主流 学术以外的学习 就是给小朋友学 接触动物有什么好处 其实我想最简单 就是在生物的知识上 有多了的认识 再深层一点就是 它们对生命的尊重 就是可能训练它的同理心 对它们的一些 个人成长的塑造 因为也有做一些社交小组 希望它们可以透过小动物 可以有生命的反思 嗯 很伟大的 又要对动物 要对小朋友 动物我很好看的 小朋友我真的 所以我想 一半半是一个 很伟大的性格 已经不是很好的性格 这个管理 我想除了是动物 我都要管理很多小朋友 特别是我做很多 得书教需要的小朋友 所以都是吃力的工作的时候 但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做 不会无能无故 就是会做这些东西 什么时候开始 我养这些奇怪的动物 就养了很久 我幼稚园开始就养很多动物 幼稚园开始 但是第一只 你记不记得它叫什么 名字就不记得了 但我大概记得 应该是金鱼或者巴西鲑鱼 我记得 我的猫叫豆豆 即是你第一只就是 是猫来的 我记得 不是叫冬菇 冬菇 因为我主食冬菇 我记得我第一只 就是因为那时 那时都更轻轻一点 鸡仔 嗯 最后也是大了 不见了 不知父母信了给谁 那些 我有鸡仔 那时也是 那时是我家 屋园外 有一些看奸 有一栋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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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流行天台养鸡 我不知真是假 即是他们的屋子 那个天牌养鸡 那时鸡蛋就是 幼稚园很流行的 鸡蛋是自己敷 不不不不不不 那当然 不知道去了哪 但是那时不见 都是鸡仔 嗯 我爸妈都说 拿去给看奸上面 跟那些鸡爸爸妈妈一起养 嗯 我不知真是假 这个是一个美好的结局 好了 你说第一次是养 爸爸生龟仔 嗯 为什么养养下 为什么会这么五花八门 我想其实是 作为一个草物 我很喜欢动物 这样说 我常常想养很多不同的东西 但是可能空间 家里的空间有限 自己的敏感很严重 所以其实我可以养的草物 选择不多 那去到可能是中学 开始 那时候网络开始发达了 就认识了更多的牌下类动物 就开始有很多不同的渠道 去找到他们 或者去探究他们 就有机会去养 越养越多 越养越上人 爬行类动物 可不可以数些例子 主要是蛇 蜥蜴 龟 为主 另外也会有可能昆虫 即甲虫 蜘蛛 蜆子 后期可能是刺蜜 蜜代舞 总之这些不是正常的草 我都有 蜜代舞是一只 有些影片 飞鼠 那些才是手过来 会跳 哦 但那些有毛 那些有毛 但那些毛很短 所以我没有那么厉害 刺蜜也是 反而喜欢猫猫狗狗 仓鼠套 那些我就养不了 哇 即是你养了这么多 你说中学已经开始了 是的 但会不会在这方面 比较难找到知己和朋友 不是说是蛇 那些朋友同学说他会害怕了 真的会 我想在现实生活中 我是开始做这一堂 才开始认识到一些同温层的朋友 但以前也会有很多认识的人 可能在MSN年代有些群组 我们差不多都带你MSN 然后我自己也没有鸡羊 有没有玩的 没有没有 我有 我有Tamagotchi 我多都有 我们知道这个年代排队已经 OK 然后可能之后 有些爬行里的论坛 那时候 因为以前 可能资讯都没有那么流通 我们平时养东西 或者找一些资讯 要不就找一些外国的文献 就是真的要论文 要不就在群组上问一下 一些声师者 哇 那些人会说 这个时候要这么多 那要放在哪位呢 会不会用很多钱 譬如常是贵的 这些是摁尽贵的 对 病了是看什么医生 因为贝寅小狗 要带他看兽医 你说这些這種类动物又是怎样呢 自养成本来说 我觉得比贝寅小狗低更多 也是一个原因 为何会养这么多 我想不止的是我的 很多朋友都会养一只 可能会养十只二十只 甚至乎 我想几十只上来 都有很多人的惯性 為什麼呢? 因為可能他們的空間不用太大 可能我養一隻手工這麼大隻的鹽蛇 其實我用A4的商量已經算是一個合理的環境 加上他們吃的東西 可能吃一些昆蟲 吃一些糧食也好 其實你一隻吃得很慢的 可能吃到過期 或者吃到一些蟲死了都沒吃完 然後我們養了幾隻 其實成本攤分花粉而用化就算了 但是病來說就真的很大開始了 因為排行類要看另外的手衣 叫做真琴二手科 他們最便宜的我遇過的門診都兩塊三塊上一次 已經算是超級便宜的了 那只是看醫生了 還沒計算吃藥 或者做一些治療 但多不多一些門診嗎? 都多的 反而去到很專門就少一些了 因為可能他們讀的時候 讀這些exotic的動物 他們是全部讀完的 例如鼠 倉鼠 雙鼠 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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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夠磚 但是當他們 他們也有磚科 我也是前陣子的獸醫護士說的才知道 他們的專科就貴很多了 可能貴成五倍 十倍都會有的 真的多淺博 認識的 普通科就太普通到不行 但是我一個普通沒什麼經驗的人 我也知道他們比較小 空間比較小 又不用做產市官 又不用放 又沒有那麼多 click card 東西 但是我實在覺得那些燈箱 跟你樣子熱帶 我覺得跟你樣子熱帶魚一樣 就是溫度 那些又要很難控制 電費也不太多 但是反而是你成本不高 但是你的照顧成本很高 人的心機 照顧來說 電費可以給我 我只是賣東西開支 其實不計設置 我現在家裡有大概差不多一百隻 加了幾隻 一百隻是心機 心機呢? 心機是好養很多 心機是... 很搞笑這件事 他們真的衰又衰養好又好養 因為例如蛇來講 蛇可以整年不吃東西都不會有健康問題 我見過那些人的 YouTube 櫃佬的櫃堂 一個個開一間隔一間隔一間的蛇 這樣暖在那裡 是啊 所以其實只要給到適合的溫度 還有一個乾淨的環境 基本上是不會有什麼病的了 反而吃東西就可能真的生寶寶 營養補充 那些才會比較緊張 不過如果 我有計算過的 如果我要認真做一個超級好的主人 很細心打理 我一個星期養 現在九十隻 應該是要用四五十個小時去照顧他們 包括我擦乾淨的缸 換掉所有底材 即是那些木 泥 如果要做足的話 都會超級花時間 其實你... 就是用日幾 都養了這麼久 在香港其實... 先說在網上會找一些程度 可能有些人未必住香港 香港本身是多不多 你講香港養飲的朋友 其實都多 因為特別是這幾年疫情後 我也有搞一些談戀的展覽 或者見朋友也有搞 其實基本上都... 一天一兩千人次入場 都正常 都好 為什麼我會問這條問題 因為以前我在英國的時候 跟一個田屋住的男性朋友 喜歡養不同的動物 肚子也有 沒什麼特別 後來喜歡養了食物瘡 我們不是只選擇那隻熊肚子 可以...群體住 當然群體住 你要買八隻回來 有四隻 後來都被同伴吃了 但是你會... 千奇百怪專家網上找到 還有什麼品種 叫魚檔留意 還有什麼新品種 記者跟我們說 等等... 魚檔 不是魚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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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不到一些不知同道合的人 去分享 反而都很幸運 你都可以找到有很多很多朋友 是 不過我覺得 剛才你說的 可能食人倉這個例子 其實我們都有不同的門派 我覺得 有些人可能當貓狗 當子女這樣 可以給他一些鞋子 給他生兒子 有這一批的人 有些就像我這些 我叫貼地 就是很正常 基本的養飯 更加都會有一些 可能是凡人淨家 或者養得沒那麼好的人 可能我們就說這個... 我先拿給我看看 這個盒子叫人渣盒 為什麼它叫人渣盒呢? 其實它本身是做一些交收 或者像現在這樣 我買了一隻新動物 那些拍蟲舖拿過來給我去養它 就是... 運送它 但是有些人會拿這個箱子來養一些動物 那我們就會說 為什麼它叫人渣? 因為這個尺寸養一隻動物 養一輩子是很人渣的動物 那應該要多大才不是人渣? 這條來說 A4以上 這樣也很容易不做人渣 對 所以為什麼叫人渣? 就是因為真的這樣 明明有... 拿上來看吧 等等 這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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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寵物和盒的比例是這樣的 對 其實這樣讓它真的不會死 但是真的是人渣 所以就... 原來這樣就不是人渣 那就是人渣 對 對 因為始終它可能要渣很大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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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很多更極端的例子 可能就是有些有毒的動物 對 我們也有不同的門派 可能為什麼經常都會說 可能這個圈子很亂 或者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交爭 或者大家文化不同 所以你的圈子都會... 都會有 都會有 他叫什麼 你有你有 我們有一個很搞笑的幫牌 叫做廚房指牌 就是覺得... 因為排行類 我們剛才說 養它有不同的方法 有些人可能會比較多的環境 給一些沙石 給一些樹皮做抵材 有些人就很極端 即是做我家 就說 這些他們吃東西 可能會咬到木 或者吞到一些沙石 會剩下一個腸胃 那一定要用廚房指去 發根太慘 慘了 對 然後就會吵 然後有些人會說 其實野外的他們是沒有廚房指用的 就是有不同的觀點 論點 我可以摸它嗎? 所以有這個門牌之分 這隻就叫做炮貓手工 它很搞笑的 雖然它的樣子是切排在地上的動物 但是它是懂得跳的 它像Gekko 對 它也是迫虎類動物 所以其實它是會... 黏得緊的時候 不會掉到地上的東西 我會測試它的 我會慢慢斜斜斜斜 不過它很活躍 你不怕它會跳下去就可以 我不怕 我不會彈開再踩死它 完全不怕 應該會比較快 下來 對,它應該不會掉 好一點 咦,你喜歡我了 現在,不要走 你上去做 可以捉它嗎? 還是要讓它上來嗎? 通常我拿到兔子就會用 乖 你不喜歡我摸你 好吧 那你上來算 不行 好 這裡 其實是,值得說是鹽蛇親戚 它是鹽蛇,眼睛又大 它會不會太光 我怕它太光 我想說,網響的感覺是不... 即是人們很不喜歡爬蟲類 覺得它很滑爛 或者覺得它是乾身的 有時候你在家裡看到那些連蛇都是乾身的 對,其實它們都是乾的 對 因為有爬蟲類和兩妻類 兩妻類 即使青蛙也是 很多青蛙,特別是我們養的物種 都不會是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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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害怕小朋友受傷 或者老師很害怕 受傷 即是可能怕一隻東西會摸到它 咬到它 這麼大隻東西會吃到小朋友 有些可能比較大隻 OK 但其實我想說,以我的經驗來說 拿他們的教書 是處理得不容易 拿一些小鳥、兔子 一些哺乳類動物 因為那些無神神的東西 其實他們反而更加敏感 即是他們會很害怕聲音 很害怕被人捉摸 那爬蟲類呢 特別是有些大型的蟲蟲 其實他們本身的皮很硬 即是極端一點說 就是拿把子鑑正的蟲蟲 打他 其實他都沒有什麼大感覺 所以反而我覺得拿蟲類去做教育 是更加穩定 整件事情的安全性壓 風險也是比較低的 但其實,譬如學校 那麼,多不多這些學校會比較接納的呢? 其實也很多 當然有些純粹是有些堅密 拍照片 但也有很多有心的老師 是想真的被小鳥認識到他們 即是你說做生命教育就好 或者純粹培養一個愛生也好 都越來越多人做這件事 我覺得以前呢 我的朋友經常都害怕 我隔著一個圓框的鏡 就算他飛了出圓框 他都已經生存不了 是啊,那些人經常說 會不會咬人的? 會不會咬人的? 我倒多少都感到 只要我咬你一定比我貼蛇咬你 我們不如看看一些照片 我在你的IG 就是 是的 就載了他下來 好了 奇異動物角 這個是不是你的家 這個呢? 這個我剛剛才在那裡收工過來 其實是因為很多學校呢 可能上完課 都覺得原來動物真的很容易打理 或者都很適合學生去接觸 那就越來越多學校呢 在學校成立一些拍行角 或者是動物館 在學校自己養動物 可能是有校工或者TA負責 也有些可能是訓練了一堆學生 就是可能爬蟲學會 他們就負責打理這些動物 甚至乎有些最近一點的學校呢 他們自己做出來的館 可能會被人參觀 或者拿去做一些交流 一些他們自己的教學 這麼好?我小時候沒有這些 絕對沒有 我小時候也沒有這些 很慘 所以現在就越來越多學校搞 嗯 那這也是我的其中一個業務 就是可能幫他們設置 甚至幫他們打理 或者訓練一些不學生都會 設置的時候有些什麼具技巧 那他們就說可以把照片拿去就可以了 其實我想這件事情也是 你說得沒錯的 因為有些老師可能養得聰明一點 其實是自己搞得到的 我想我最值錢的地方是叫做 就是可能我嫁給學生怎樣養 就是不論他們認識動物的層面 怎樣一個好的環境去照顧 或者是真的怎樣可以愛吃動物 因為我想 我以小學生來講 其實我沒試過 我都搞了三年四、八場活動 我沒試過有小學生的活動 是他們下課也不敢碰動物 但是想想一堂只穿一個小時 那是三十個甚至乎百多個學生 為何他們會這樣做呢 我覺得這樣就是可能 在教學的途中 他們真的看到 原來小督馬是不需要害怕的 或者看到旁邊的同學都很安全去接觸他們 那我都不需要擔心這件事情 當然是會有個 就是跟貓、狗、兔子不同 以前我朋友有很多地龜 後來他給了一疊 因為他晚上的時候 他會鬆一點 跟我們睡覺 因為他不像你 貓、狗 很多人都會喜歡摸 是 那些人好像 可能怎樣碰到 跟別人 會是很可愛 摸一層 所以要令到別人去接觸 其實都不是那麼容易 是 就是要讓他們發覺到 所謂的有趣的地方 因為 可能 我會說蛇 因為大家可能對 我想蛇式的龜 一定是最怕蛇的 但其實如果你接觸過後 蛇是最好接觸的 為什麼 因為蛇的始終是三千八個 對呀 我會怕蛇 如果真的大那些蛇 我會怕蛇 也會怕蛇 對呀 牠可能有牙、有指甲 但是龜也是 雖然可能沒什麼 大家普遍接受多些 其實牠們縮起來 會驚到你 有龜的口齒 對呀 牠的眼力也很厲害 對呀 反而蛇 牠們我相信是最舒服的 因為牠們的輪面很光滑 有一點質感 就是肉感 因為牠們身上有很多肌肉 所以我經常說 如果你不恐懼蛇 接觸後 一定會最喜歡蛇 那蜘蛛會不會比較難 蜘蛛會不會比較難 蜘蛛會 因為本身蜘蛛 可能我們養開的毛豬 食鳥豬 都是有毒的 在接觸層面上 一定要小心一點 什麼說得小心一點 大家都會怕一點 但是其實都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嚴苛 可能大家覺得蜘蛛是超級最恐怖的動物 其實很多人看到牠走得很慢 或者看到牠很漂亮的顏色 蜘蛛不是很快嗎 有些會慢 牠們可以很快 但是未必每次都這麼快 我經常怕牠走得太快 我怕牠走得太快 我怕牠踩死牠 因為不知道牠飛了去哪裡 因為牠們的樣子 對我的人來說很吸引 因為肥蜘蜘蛛 很多毛神神 或者很鮮艷的顏色 所以蜘蛛也是牠的粉絲 牠們各自都有各自的粉絲 真好 又按又說 我怕家裡的鹽蛇 那牠怎麼搞 家裡的鹽蛇其實 沒有啦送給我 牠們是益蟲 會吃蜘蛛 對 牠們不會押阿里奔走給牠們 而且牠們的出現都不關牠們不衛生事 牠們怕你多過你怕牠們 沒錯 真的很討厭 我覺得放走牠們 真的不必要打死 我相信鹽蛇最大可以多大條 你說家裡那些嗎 可以很大 我見過最大這樣 真的可以越來越大嗎 可以肥一點 因為香港那隻壁虎的種類 沒有去到外國那麼大 因為我有個經驗 我很想問你的專家 我小時候有一間屋 剛剛有聽眾說鹽蛇會叫 是的 我知道的 因為我小時候住山腳 本身山腳 就是地圖 地圖 我的貓也是自己跳出去 香港的 香港的 後面又有一個山 就是年輕的 我媽媽在那裡餵牠的山 我家裡很小時候已經知道鹽蛇 而且我醫院跟我說 我出生之前已經有 已經很大隻 他還很肯定說是兩仔 因為他見過 是 去到我三、四歲搬走 我出生的時候已經有 那隻東西起碼都幾十年 到我們搬屋那天 就要清洗家裡 你想想一間屋住了幾十年 幾多東西 到真的那些鏡子、櫃子、梳化搬走 是一個大工程 就是一個 可能那條年蛇都沒有見過的事 然後我們拍照 還有我醫院聲稱 是拍到牆蓋的一個影 首先有一隻手掌這麼大隻 是 都合理的 合理的手掌 有一隻 以為是媽媽 誰以為是兒子 媽媽是再多她一個頭 這麼大隻 還不是 你肯定不是適應 不是 是那兩隻 一時晚上我們摸夜療 還有生活這麼多年 你知道它在幾個洞裡會出現 是 我想只有這麼厚 不是很厚 只是這麼厚 但是肯定是他們來的 因為他們晚上真的會叫 如果是壁虎的話 香港也有些很... 壁虎和鹽水有分別嗎 同一個民族動物 但是我們一所謂鹽水 就是平時家裡沒有顏色 那裡有咖啡色 你那隻應該也是壁虎的動物 但可能是其他品種 對,因為近山住了很多年 香港那隻叫做大手工 大手工 牠們是鹽蛇來的 但是眼睛比較大 鱗片比較厚 鱗片比較厚 那牠們是一些保護動物 都可以去到這麼大隻 有啊 我現在十幾次都讀中學 都沒有說分大小的 不過我們顏色 因為牠們有很多不同的亞種 如果上網大家找 通常都是藍色、殘色的 都會有深淺面化 但應該是那隻 如果是爬場 不是適應的 應該就是大手工 對,我看到那隻終於在家裡叫的 我就見過牠真身一次 守護神 對,但那裡真的沒有蜘蛛蟑螂 從來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吃光了 這裡我想... 裡面有多少隻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一隻隻 是變色龍 應該是現在我們看著的右上角 我看到了 對,跟我的Logo是成對角的 嗯... 變色龍 對 但是有些人說變色龍不是... 有些人不是真的馬上變色去看季節片 對,其實他們是一些溫度和心情的變化 也沒有去到... 我不知道,因為我小時候的影片很Hit 那時候也沒有短片 就是Youtube年代 是在說太陽眼鏡 他碰到不同的... 太陽眼鏡就變不同的顏色 那些是假的 假的嘛 對,因為變色龍雖然他懂得變色 但其實都是身體上有的顏色 深淺的變化 我們經常看到可能叫高棍變色龍 藍色、綠色的 它是變不了紅色的 因為他身體沒有紅色的色素 對 就是不是變什麼色也可以 對 甚至乎其他色也會有深淺的變化 嗯... 那這裡是... 這個就是小型手工的家 因為學校都要展示 然後再加一些小燈 也有溫度的控制 嗯... 剛才是變色龍的方大 那它已經變了深色 其實它最漂亮的可能是鮮綠色 淡淡淡的 即是變色龍都可以的 變色龍是怎樣的 其實它們很麻煩 因為我小時候說變色龍會嚇死 即是你們吵、關門、霸門都會嚇死 那我講了什麼 因為近年都越來越多人拿 這是不是變色龍 對 是拿他們出街 那我猜應該是人工繁殖底下 可能是那個... 野性都減低了 所以現在安全一點 對 那這些就是生日會 一些親子活動時候 帶他們來給他們一些接觸 9個月 9個月 我最小的學生是9個月 我以為你長大一點 我以為你長大一點 我以為你長大 9歲 我們真的由... 現在幾乎是9個月 9個月去到大學生 都是我的學生 9個月可以怎樣教你 9個月呢 通常是教他媽媽媽的 哦 其實不是搞笑 是有時候他們上我的活動 其實媽媽媽媽都有他們的認知 或者是他們的改變 可能他又很害怕 變成我原來不害怕 或者知道不需要去傷害他們 當然啦 他不會今天上完課 以後就可以隨便接觸一些動物 但至少在短短的時間 都有一些既定概念 可能改了 或者知道一些真相 我想回到台詞文章 這隻是什麼 這隻叫做獵式 我們經常說Iguana 其實只有它才是Iguana Iguana可以吃的 是啊 台灣因為這隻被人放生 繁殖太多 很多啊 所以整個地球都是 所以前陣子是正本 呼籲打獵 獵了它 因為他們身積力很強 好像一年生七十粒蛋 牠們彈略都是柯蛋糕很多 對,很多的 他們是粗生的 難得地可以給牠們餵食 因為平時很少給小朋友餵食 因為一來怕牠們賴屎賴尿 二來怕牠們咬傷的情況 這隻隻因為怪一點 所以就給牠們嘗嘗餵食 哦 剛開始餵牠們吃 哈哈 哈哈 喂,我吃的應該不是 那是不是有時候 除了中學的人都 是啊 除了親子活動之外 親子活動 通常是Party 或者是做一些小遊戲為主 到中學小學 就會是一些主題性的講作 或者是班為主 可能是生物香 一些剛才說的同理心 一些個人成長的東西 或者是保育上的議題 都會行不接到的 但其實都是不同的葫蘆 不同的藥 即是框架都是講解物 接觸動物 但純粹主題性不同 可能高呼的東西有一點不同 即是可能保育鄉多一些 那我就會多講一些 一些貧林絕種動物 或者一些 那些出入口的條例的東西 那純粹可能生物的 可能有些蛇 原來不是生蛋 而是我的嬰兒出來的 嗯 即是會有不同的方向去介紹他們 哇 即是會讓蛇人接觸一下 是否通常他們都可以 這樣會上學 中學生 我未必一定會逼他們接觸 但我很多時候都是驚驚一下 看到過了碰就出來碰 因為始終那些青春期很帥 男孩子 女孩子也會有 我想說 我教過這麼多 即是有時候到大學都有教 最難搞就是初中男神 因為他們真的很害怕 而且我教過最極點的八年 很害怕把人不害怕 不是就是害怕 真的害怕 都就是害怕 他害怕得怎樣呢 我最誇張的那次 是中一來的 十個內 站在椅子上尖叫 笑笑 不要那麼誇張 我想看到他現在看這個節目 因為我跟他說 因為那個是小組 我也看過我遲 我跟他說 你暫時還是紀錄的榜首 真的很誇張 你見到小本官嗎 因為我沒有了女生 他們可以更加不用應付 對 二來男生 一群真的 對 這個要嚇一跳 我只是跟他說 我沒見過小朋友 都沒有你那麼誇張 然後我叫到 我眼網都穿了 我很記得 我這小時候 我沒想過他男後是什麼 然後有個肥仔 害怕他的臉都紅了 我只是說 你不要嚇他 我怕他心臟病化 很紅色 我沒想過男後什麼看 是 我也是說 大人其實也有機會 當中有學習 這個活動也很特別 這個是 因為現在看市會的活動 通常都是判罪給我做的 這個就是一開始 我們 就不是給看市學生接觸 是給他們的家長接觸 就是希望透過一些不同方面的教育 讓他們的兒子有不同的學習 這次就是跟家長去 就是叫做半交流 就是好像給他們參與的同事 其實他也有不同的feedback給我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否適合小朋友接觸呢 或者是否有什麼方向 可以更加令他們吸收到上課的知識呢 但有時候我覺得特殊學生 是不適合接觸 其實一開始我也有抗想 因為我們本來是先做SCN 也叫做主流學校的學生 他也做特殊人士 我會覺得他們會否擴縮得難些 或者是很害怕 但是發覺不是 他們反而比主流學生更加細節去聽 他們沒有了人對人 因為我們也有上課智會的小歌 他們沒有了人的判斷 對 還有他們就會 我想可能因為我成功上 生物就是生物 他覺得你和他沒有分別 對 他就看到這麼小的東西 他終於好像到我照顧他了 對 所以反而他們會更加細緻去接觸這些動物 他們沒有了那個評判 對 他們不覺得這些東西 或者我相信真的會動的東西 他家裡有養貓狗 他們也對貓狗很好 對 我想他們全部都是 他不會有些印象 對 對 反而我也覺得我表弟不會害怕 這就是幼稚園嗎 對 因為特別是近年 因為好像政府今年撥了一些資源 去做幼稚園的自然教學 就開始越來越多幼稚園去找我了 因為本身幼稚園都會覺得 這個東西 老師很害怕 老師很害怕 什麼飛也好 或者整身學生也好 還有老師也很害怕寫 對 現在就多了一個接觸 原來他們也有更多機會 這個是奧巴米的波牌房 是啊 這個是其中一個 它的基因叫做Crystal 因為頭望的基因很複雜 大概有六七千種 很多都有白化的基因在裡面 現在是你陪著 但是這支點來 我想知道 Crystal是淡色一點 有一點印了 黃黃白白的 Oh my crystal 我真的 我們不如下一節 其實Adam就做第二個身份 下一節就是淡色的第二個身份 是